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治愈文老师 今天我们所要讲授的是 机器人微课程里面的底盘基础篇 在这个单元所要讲的内容是 机器人概论与底盘组装 这张投影片是 机器人概论与底盘组装的大纲 首先第一个部分 我们讲到机器人的概论 这个节的内容里面包括 工业1.0到工业4.0的概论 还有一些制造的概论 也包含了一些人型机器人 或是市面上的机械手臂的一些介绍 最后我们会谈谈一些竞赛用的机器人 接下来我们会讲到机器人的底盘 它的成品跟材料 机器人底盘是由哪些part所组成 那我们会使用哪些材料去组装 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都会一一详细介绍 接下来是机器人底盘的组装跟调整 我们会把前一节所介绍的材料 在这一节里面进行组装 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教各位同学怎么样安装完成 当安装完成的时候 我们再进行一些调整 接下来是机器人驱动电路的安装 我们有一块驱动电路板 上面有驱动的电晶体 还有一些保护的二极体 跟一些简单的电路 那详细的内容 我们会在机器人驱动电路安装这个地方 跟各位同学介绍 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机器人感测器的安装 在我们设计的机器人里面 会有两个感测器 一个是光编码器 要去侦测机器人的马达转速 跟马达转的位置 另外一个是超音波感测器 要测距离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机器人里面 会使用到这两个感测器 那在这个地方会去进行安装 让我们开始这次的学习吧